新北市知名的老牌豆漿店 开店五六十年了 因为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人气始终很旺 每到了选举的时候呢 各家候选人都会来这里拜票 沾沾喜气 不过呢巧合的是 只有来拜过票的人都有当选 像是呢新北市长朱立伦 还有新北市议员陈宏元 马英九选市长的时候 选总统的时候 还有苏贞昌选县长都来过 但是呢很奇怪 就是蔡英文她没有来拜过票 还真的没选上 冰青浆两杯 好马上来两杯 这菜名老头们一听就知道 这可是位在新北市 将近五六十年历史的 知名豆漿老店招牌菜 打出了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人气旺的嘞 但每逢选举 各家候选人都会来这 转一转沾点人气 因为这里有个传说 只要来这拜票的 通通都会当选 那么每到选举的旺季呢 都有个习惯 就是一定要到这个地方 来拜马头插旗子啊 我们新的新北市的市长 朱立伦朱先生也有到我们店里面来 那么市议员 陈宏元 陈先生也有来 那所以这两个都双双 那两位先生都双双的当选 老板说 有图有真相 去年朱立伦选新北市市长 来这拜个票上了 联盛文乡集案 声明大造的新北市议员 陈宏元也当选了 另外还有马英九 不管要选台北市市长 还是力拼总统大位 都来过 同样过关转将 还有吴敦义选立伟 就任行政院长 以及苏贞昌选台北县县县长 以前也都来这拜会 唯独他没来拜过票 还真的没选上 蔡主席也有来过 可是好像还没有宣布 还没有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之后呢 因为宣布参选之后 因为都没有到我们店里面来 我想是不是有其他的联想 我就不知道了 老板强调 其实蔡英文刚兼民进党主席时 是有来过一次 但宣布参选新北市长之后 可就从头到尾 没现身过 少了人气 当然有落差 候选人会不会选上 老牌豆浆店也成了另类新指标 这件传理事件 台北采访报道